金片產業可能才是重點 這第三層就是說 表面上是保護 其實回過頭來 金片產業是重點 因為美國可能吃醋 我剛剛講台積電在日本 可能要蓋五個廠 在美國只蓋三個廠 然後問題是 美國有金片的研發 美國有金片的設備 美國有設計IC的軟件 還有如果他有龐大的 晶圓製造廠的話 他整個產業鏈就完整了 所以對美國的經濟 國防就業機會都是加分 那所以真正在意的是這個 可是表面上 把話題炒成是保護費 不交保護費 其實真正在意是這個 那川普非常認真希望 台灣能幫上美國的忙 把整個完整的產業鏈 能夠在美國建立起來 他不好開口 用怨婦的口氣在抱怨 我說幸好他是柔性施壓 他不是泼乎罵街 OK 好 那麼台積電 問題是這樣 從台灣立場來講 如果台積電只能從台灣出貨 因為美國說的是分散地理風險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就有封鎖台灣的動機 為什麼 台灣被封鎖 台積電不能出貨以後 有什麼現象你知道嗎 美國只能消耗庫存 庫存打完了之後 就跟俄國現在一樣 沒有辦法再去製造武器 來供應前線消耗 所以美國廠如果能夠出貨的話 美國可以源源不絕的生產晶片 來供應前線消耗 所以現在如果能夠從美國出貨 或者日本 德國出貨 那麼戰爭時期 美國可以源源不絕生產晶片 製造武器來供應前線消耗 所以那個時候 大陸來封鎖台灣失去意義嘛 所以說在美中對抗當中 台灣台積電在美國設廠 其實具有戰略價值 很多人以為說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美國就沒有動機把握台灣 不是啦 那最後一個川普講這些話 其實是在考驗台灣 他希望台灣值得美國信任 整個問題是最後是兩個字信任 好所以總而言之 其實川普講的話 我們都曲解他了 他其實出發點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這麼要恐嚇或修理台積電 不是 其實他很需要台灣幫他的忙 美國有很多地方需要台灣幫忙 那這個時候美國希望台灣是一個講義氣的 可以肝膽相照值得信任的 因為將來一旦美中真的有什麼摩擦衝突的話 美國人是為台灣犧牲流血的 那你台灣為我美國做什麼 我現在不過要求你多設幾個廠 多賣我一些好東西 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來講 他會期待台灣這樣做的話 表示他已經準備付出了 了解了 謝謝張老師 請先回座了 我們吞了一顆定心丸 好 如果川普到時候是勝選的 台積電是不是如同 張老師所說的 其實川普給予台積電很多的希望 但是如果真的川普入主白宮 全世界的經濟傾勢 稍後十點多動作節目當中 張老師繼續告訴你 好 沿著台積電的脈絡 台積電本來是全台灣 這投資人最多的一檔投資標的了 但是最近開始出現了ETF 他的熱度以及投資人數 小股東超越了台積電 怎麼一回事 休息一下 我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好 好 好